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水果软糖 那韩国呢其实有非常多种啊 这个品种的水果软糖 那今天听音就选了 不知道女生们会最喜欢哪一种呢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吃吃看这个第一种 那它是一个葡萄口味 那我们来吃吃看 它的包装好像有点难拆 你看它是很可爱 紫色的你看 紫色 好我们先试看看 就是有一股很浓的葡萄味 然后很软很好吃 我觉得女生们一定会喜欢这个口味 可是这是什么牌子 大家喜欢可以吃吃看哦 葡萄口味 嗯 那听音现在其实很好奇这个草莓 我觉得这个草莓口味应该也会很好吃 买一出买一出 那个广告很可爱 那个广告 它的包装真的都很难拆 好拆开了 耶 它里面长这样 然后我们给它 耶 大家看是非常可爱的粉红色的草莓口味 好我们来吃吃看哦 嗯 很香 好啦糖都是很香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 嗯 可能一般的女孩子会最喜欢 因为草莓味很浓 然后有点像草莓牛奶的味道 我个人比较喜欢草莓味 因为草莓味比较甜 比较甜哦 大家都可以吃吃看 嗯 我觉得草莓味非常好吃 现在草莓味是第一名 第一名哦 好啦 那听今天预想中的第一名呢 其实是这一款 牛奶糖 那它好像是跟这两款不一样 因为这两款它是软糖 那这款是硬糖 我们现在再一次使用暴力给它拆开 诶 这个比较好拆诶 这个一下子就拆开了 哇 它里面是很可爱的 银色 很可爱吧 因为Tina就是很喜欢那种漂亮的包装 所以 所以看到这种很漂亮的包装 哇 你看 它里面是非常可爱的 巧克力珠古莉色 很漂亮吧 跟Tina的肤色很像 吃吃看哦 这个超好吃 这个超级好吃 因为它 好浓的牛奶味 然后 它一吃下去就是 就是那种 就是融化的感觉知道吗 太好吃了 强烈推荐 这个是今天天忆的第一名 超好 我要落泪了 我真的要落泪了 超级不定好吃 大家一定要去买 这个是 超好吃的 嗯 好了 那今天这三个软糖呢 我们现在都试吃完了 那现在天忆要跟大家 这个 是第一名 那这个呢 就有一点点可惜 它第二名 那这个可能就是 今天的last 最后一名 因为 可以 可是我觉得 喜欢酸酸的人 也是可以吃这个啦 那一二三 那这三种呢 就是今天天忆要 推荐给大家的哦 喜欢的 可以去买来吃吃看 那今天天忆的吃货放送呢 就到这边啦 不知道这个礼拜 韩国又发生了什么 有趣的新闻呢 跟我来看一看吧 那韩国最近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选秀节目 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啊 也是从这种选秀节目出来 变成了现在炙手可热的 idol 那在produce world one 第一季中啊 以12名落选的韩慧莉 最近也是和明星帝国娱乐公司解约了 那公司的相关人士是表示啊 其实一直都在准备 以韩慧莉为中心的女子组合 可是啊 现在解约了 他们也觉得非常的可惜 那天忆相信啊 韩慧莉不仅是在这个公司 未来在别的公司 一定也可以发展的很好 Rung,Rung,Rung 那梦出Suga of Soul 那听到这个歌呢 相信大家已经想到 天忆接下来要说的是谁了吧 没错 就是我们的防弹少年团 那相关公司表示啊 防弹少年团正在以9月回归为目标 积极的准备专辑之中 虽然啊不知道这一次是迷你专辑还是正规专辑 但是天忆相信啊 只要是防弹少年团带来的作品 一定会是非常的好 那他们从出道开始啊 就是以好听的歌曲跟整齐的舞蹈 希望大家这一次也要多多期待 我想防弹少年团们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差不多了 那这个礼拜呢是7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马上就要8月了 那8月呢可是韩国娱乐圈回归的大旺季 有非常多的组合要回归或者出道 像什么少女时代啊 Winner啊 CLC啊 Wanna1啊 我想啊各位粉丝们 8月一定会非常的忙碌 因为谁也不知道 接下来谁会回归 今天啊 天忆的演播厅出现了非常可爱的小植物 是我的工作人员贴心的为天忆准备的 你看超可爱的 还有我的照片 那希望啊大家都可以带着这份好心情 度过未来的每一天哦 这里是TEN ASIA TV 我是天忆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啊 掉咯 这边还有 哈哈 拜拜